现在行政官员、议事人员还有记者朋友们都不要客气 大家请开始用餐 我们一边开会一边巡谈 但是王主委可能比较辛苦 因为你是主要的备巡人员 但是主席待会看情形也许给你一点时间吃饭 接下来我们请陈赖素美委员质询 主席我想请我们的金管会的王主委 是那金管会在上周五 有跟我们全国的银行举行政策座谈会 那么有提出几点重要的措施 当然这些措施在我们520之前会来实施 那本期针对其中的几点 我来觉得有建议的事项提出我的质疑 第一项 我们现在数位金融3.0 开放线上申办贷款 信用卡或使用视讯 代替自然人凭证 申办银行业务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一般我们民众到银行去开户的时候 除了要准备身份证 还要健保卡 就是类似双证件 本人要亲自到银行 才能够去开户 那在金管会的业务报告中 有提到 开户需要确认客户的真实身份 那金管会也指出 银行工会已经规划完成相关的措施 此部分的网络资讯安全如何来把关 对 其实这个数位金融是全世界的趋势 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 包括国外的银行 除了透过面对面的这样的认证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包括说用摄影 或者是用这个手机 或者是在发简讯 刚刚自然人凭证也是一种 那我们过去其实是需要两个同时来做 那现在是简化那个程序 那现在如果开放线上申办贷款 是否就完全废弃之前 需要到银行去做对保的身份 是网络的部分 我们就是会针对新的措施 可是我们还是有要求 就是说不需要面对面 我们还是有要求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银行局来说明 报伟那个线上贷款 现在本来就可以办了 你的意思是说线上贷款 现在就可以办了 那是否是24小时均可进行呢 金管会在民众交易的把关上 是使用视讯申办 那么整个视讯过程 是否要全程的录音 录影 以及呢 他这个全程的录音录影的保存的期限 又要多久的时间呢 报伟员 这一个目前线上贷款 大部分都适用在所谓消费性贷款 他金额不是那么高啦 一般土地房屋不动产的贷款 都还是要人到现场 零贵到现场来办理 那不管是任何种类的贷款 那不管是任何种类的贷款 银行工会都订定有相关的一个安控规范 对那我现在质疑的就是说 之前我们都知道 我们开户也好 办贷款也好 都要到银行去 那这也会相对的造成我们民众的不方便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使用让我们民众方便之余 我们又如何能够全面的保证 申办人是在抑制完全自由的情况 没有受其他的胁迫或强暴的方式 你有办法来保证这方面的安全吗 报伟员在那个相关安控的规范底下 如果有录音录影的该存的适当时间点都应该存 还有他必须符合一定的一个验证的机制 如同委员刚刚提到这个治安人凭证 某一个程度上面可以取代人自己到现场 那如果我有委员提到这种 是你刚才讲的是两者都可以吗 自己去也可以 线上申办也可以 对在某一类的一个交易里面 已经可以用治安人凭证来取代零贵 那如果有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一种 比较特别的一个刑事案件的话 那跟一般其他的案件一样 如果到最后借款人有所增值的话 应该依照程序我们可以来请银行 乃至于说或者是说司法介入来处理 那现在我质疑的就是网路开放跟网路安全 这两点是要彼此搭配的 我们要如何的让这两点能够同时的 让便民之外又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使用的安全呢 公文报告在开放的同时 我们最重视的就是这一个网路上交易的安全 因为网路交易带来方便 但事实上安全性 当然是值得去存疑 所以您也是认为这个安全性还是要详加注意的 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智慧银行当道机器人驻证 我们2016年银行陆续的推出数位分行 我们一营就导入远程视讯柜员机 那在民众跟银行举办这种的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们金管会的主委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有用过这样子的服务吗 我目前还没有用过 目前还没有用过 那主委您认为这个服务的评价 您认为是如何的 我想意淫的那个设计 其实也是国外他们很多的国家银行的经验 然后他导入的 那就像刚刚银行 所以是说您觉得他这样子的使用 我们的智慧银行这样子的这么的先进 是给予肯定的是吗 这是我们推广的政策 不过我们在风险控管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会非常严格的 那这个因为 现在我们我们都知道 我们公银先开始率先 对于民营银行也一定会有示范的效果 我想请教主委 针对我们智慧银行的推动 民间金融机构的进度如何 各个公司的进度不太一样 那易营应该是算是在公股银行里面做的比较多 那比较快的 那其他民营银行其实也有做的蛮多的 都有开始在陆陆续续做了吗 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用这个大量机械取代人力之后 是否会影响我们现有银行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就业机会呢 这个其实我们也同时在推数位金融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要求银行做人力的转型的一个规划 所以包括他可能要怎么样让组织结构 还有人力要学习新的技能 让他们可以留下来做其他的功能的东西 这个部分我们也要求各银行同时 必须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人力转型跟提升的训练 本期就是希望能够注意这个人力的部分 不要在我们转型的时候 将来他们的人力是受到那个威胁的 那另外我也要提醒 数位生活跟数位落差 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像我是桃园的第二选区 我们那个选区有很多的乡镇 像大园 观音 新屋 杨梅 这个选区里面有蛮多的年纪长的这些老人家 他们未必有办法使用这些数位的一个设施 我是觉得说长年下来 我觉得银行这个部分 金管会这边也可以注意到这两样的事情 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推广上跟教育上 我们做得蛮积极的 我们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接触的话 我们一定会协助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委员里面都很关心所谓的TRF 那我是觉得这是一种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中央银行将此产品分类为选择类交易方式 我会觉得说主要是客户和银行买一个选择权 卖一个选择权 那当客户进行汇率单边走势压注的时候 我觉得其中有一项我觉得很质疑的地方 就是压对的方向 获利就是本金乘以汇率 这个是他赚钱的时候 但是呢他压错了方向 亏损除了价差乘上本金之外 还需要乘上杠杠背数 也就是说如果他赢 他就是很清楚知道他赢多少 但是当他输的时候 他还要乘上杠杠背数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就是 这个设计为客户累积获利 为一定的条件的时候 银行如果不完 他就说我不完了 他就可以退出 但是呢当我们的客户赔钱的时候 他不能够退出 他要一直到合约结束的时候才退出 那么他就一直要赔下去 这样子的契约 您认为这符合公平吗 可能委员有点误解 其实在那个商品设计 有杠杠背数 那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说在做金融交易的时候 有一些避险 或者是说他们在投资的策略上面需要的 可是银行不能在契约期间内 说不完了就不完 那对于那个杠杠背数 那个民众是不是了解的部分 我们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要求银行必须要对客户 在一开始买这种金融商品的时候 可能遭受到的风险 要做认真 就是非常清楚的告知 这个部分我们也做很多很多规范上面的要求跟更正 要求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好谢谢 接下来请江启成委员 江启成委员 江启成委员不在 请消灭请委员